新加坡直飞纽约的A350客机 是世界上飞行时长最久的航班 全程16700公里 耗时19个小时 相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这样的时长 待在密闭的机舱中无疑是一种煎熬 那么飞机上的乘客和机组人员 在面对如此长途的飞行时 都是如何休息睡觉的呢 同样以这架A350客机为例 首先是机长及驾驶员的休息方式 在起飞前 机长会定制好飞行航线到电子设备中 当飞机到达巡航高度时 就会开启自动飞行 这个时候机长就可以吃饭休息了 而与塔台沟通 观察仪表等工作 则会交给一旁的副机长及驾驶员 并且会交替更换着休息工作 因此在长途飞行的客机上 通常会配备3至4名机长飞行员 接着是乘务员的休息方式 以波音787客机为例 在机舱的尾部 头等舱的上方等区域 都设置有休息区 打开门 用入眼帘的是楼梯 上去之后会看到一张小床 这就是给乘务员睡觉的地方 安全起见 床上还装有安全带 另外 在不打扰休息的同时 床边的墙上还安装了电话和猫眼 可以随时关注到机舱里的情况 看起来是不是很舒适呢 值得一提的是 为了给乘务员提供隐私性和安全性 在每一扇安全门上还配有密码锁 实在贴心了 但并不是所有的航司都有这样的设施 波音747的休息区大多是双层床 且又小又拥挤 待在里面会感觉很压抑 这画面看得我幽闭恐惧症都要犯了 然后是乘客的学习方式 不同的航司配备的设施都是不一样的 对于上述飞行时长19个小时的A350科技来说 这架飞机上可以说是充满了黑科技 首先它的机舱就像是一个房间 遮光效果和座椅舒适度都是杠杠的 除此之外 还有单独的卫生间和沐浴间 毕竟这一趟飞行的花费高达14000元 怎么样 你有没有心动呢 最后还想跟大家说几个 机组人员绝不会告诉乘客的秘密 一 机长不允许留胡子 这样做是为了以防在紧急情况下 胡须会影响到呼吸面罩 无法紧紧地固定在脸上 下次你乘坐飞机的时候 不妨关注一下 机长脸上究竟有没有胡须 二 飞行员必须轮流去洗手间 也就是说 驾驶舱至少要有两个人坐岗 以防止发生驾驶员 晕倒等紧急情况时无人发现 三 机长和副机长的餐食不能一样 其实这个很好理解 如果其中一份食物不新鲜 发生了食物中毒等情况时 不至于飞机无人驾驶 那么除此之外 你还知道关于飞机上的哪些冷知识呢